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掌握成功演说的秘诀成为今天职场好员工必须具备的一项本领 那么在不同的社交和商业场合下如何做到充满自信挥洒自如 艾莫老师及多年演讲实践经验 并结合职场工作要求从如何克服演说恐惧症入手 对成功演说的各个要素进行了全方位的示范 艾莫老师授课风格生动幽默 课程内容实用性极强 让您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成功演说的方法与技巧 从而提升个人形象和能力 成为最适合企业发展的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全球最具国际化经验的华人培训大师系统创富教练 无计奇管顾问 他是一位资深的奇管顾问 是华人咨询及教育培训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2010年5月份 他的作品做最有用的好员工 让新员工更好工作推出后 得到了企业各企人员的热烈追怕 上市两个月内销量突破一万套 位居音响产品排行榜首位 他的演讲靠人心弦 震撼人心 无论是培训课堂的精彩演练 还是论坛现场的现身说法 都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他也是一位成功的系统运作实战专家 将信念与智慧拨色到千万人的心田 为其硬核组织导入系统 帮助企业高速成长和稳定发展 欢迎大家回到培训现场 我们前几讲了如何科夫演说恐惧症 接着让你能够站着思考 站着说话 接下来我们又讲一个示范 这个示范就是如何来做一个成功的演讲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 这个演讲成功的演讲 它是怎么样熬成的 为什么用个熬字呢 因为它不容易 在我后面就是这样一张纸 我相信各位已经听过 这张纸叫做 人生一张纸经营你自己 那当你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怎么讲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人生的感悟 但是并没有把所有的感悟按照逻辑关系连在一起 各位同意吗 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成功过 但是并没有把所有的成功链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人生的架子链 就比如说你在单位里面 在公司 你做对过事情 但是并没有把所有做对的事情连在一起 各位同意吗 那今天怎么样连在一起呢 做一个员工 就是他的想法 说法和做法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 我们已经讲过 在组织一个演讲稿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文字语言 文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表达出来 还要借助你的有生语言跟体态语言 我们先从演讲的准备当中 他在讲两个角色的关系 一个是什么 企业 是组织 一个是什么 员工 做一个人 那当开头的时候 人们就被吸引住了 因为要么这个人是一个企业主 要么是个员工 对吗 那今天我们在座大多数呢 都是公司里边的员工 我们更加关注的主题 然后提出了一个 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人生的四大追求 所以从文字语言来讲 这个内容就很信任 对啊 这是我需要的 我需要健康 需要财富 需要快乐 需要自由 那怎么样提升我的心目指数呢 于是又引出了一个 对人的分析 两种存在 感觉存在和思维存在 里边有没有举小故事 一个是两个老妈妈的故事 对吗 这里面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积极的思考 跟一个消极的思考 各位同意吗 那么今天你在一个单位里边 想要做一个好员工 要不要积极思考 当你积极思考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改变了 比如今天市场发生变化 你也更需要积极的思考 市场发生变化 人生发生挫折 我们不能随意而安 要怎么样 奋发图强 这就是同样一件事情 给你们产的相往不一样 这都是文字语言当中 所引发的逻辑 然后再深度的来分析人 就横切面 重切面 再次来分析人 这几个层次 然后中间穿插一些小故事 里边有魔术公式 你要光讲理论 也很累 对不对 里边穿插了小故事 有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跟美国老师徐英语 关于探讨人的层次的问题 还有国内关于比较的问题 让我们深度了解如何来过 其实从人群来讲 我们也有一些人 具备了同样的特质 各位同意吗 比如说没有钱 他也开心 有钱 他更开心 有没有这样的人 今天在我们说 有很多这样的人 对吗 那其实在美国 也有这样的人 没钱当然不开心 但有钱也不开心 各位同意吗 当然我们指一个 明显的特征来讲 来讲这个故事 让人们在内容上 能够引起共鸣 对呀 我不开心 说我没有钱 但说你有钱我不开心 到底什么原因呢 然后回头提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这只有逻辑关系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到底要追求什么 追求什么呢 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那如何得到呢 又引出另外一个 我们成朗的故事 就人生的硬价 跟软价的问题 然后中间都有一个互动 各位了解吗 所以今天 是按照这种逻辑关系来总结 还分一个时间的跨度 从20到30 大多数人忙于做什么 各位当你讲到这里 有没有共鸣啊 因为你讲的是 大家经历的事情 对呀 我年轻的时候 我只想到做什么 我没有想到我得到什么 突然感觉到 我这一辈子 应该得到什么东西 这是对物质的需求 开始变得强烈 于是要得到车 得到房子 要得到钱 但最后发现 得到车 得到房子 还是不开心 这是我们共同的情感经历 对吗 共同的生活体验 请问对吗 他唤起了一个共鸣 我们还回到讲说话的目的 第一个提供什么 知识跟信息 第二什么 引起共鸣和了解 或者增进共鸣和了解 第三什么 唤起行动 所以到这就共鸣了 对呀 我为什么得到的东西 还是不开心 不快乐呢 然后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 是因为你得到什么 但并不意味着怎么样 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再把所有对人的研究 摆到这里 尤其是2500年左右 那个时代被成为人类的轴心时代 很多的哲人跟先知 都那个时代同时出现的 像老子 像孔子 像耶稣基督 他们在那个时代同时出现 可能他们共同发现了生命的奥秘和宇宙的真理 所以借着这些决人跟先知总结的东西 引出一个理论 推理 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什么 平衡式的人生 过军式的人生 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到这个生命之论 如果我们客观的来评估自己的话 我们的生命之轮呢 大多数人都不是圆的 他自己心里会有体会 比如说我们现场现在打一下分数 请问各位 如果你客观的给自己打一下分数 如果每一项满分都十分的话 那么在身体和健康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五分 也就这样吧 那么在事业和理财方面 你真的达到事业辉煌财务自由了吗 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三四分 也就这样吧 有个上市公司主席为了填了所有的表格 做评估他打了五点六分 分数不是很高的 那么家庭和天伦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零分 家破人亡了 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七分 哇还蛮自信的 对家庭很重视 并且付出了时间 情感和心血 社交和文化 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听我们的秘书 三四分 也就这样吧 精神和道德 牵扯到道德的事 我可不敢给你打低分呢 因为我还要继续讲课呢 在座的各位 个个是精神高尚 道德圆满之人 为大家打九分呢 那各位 在心智和教育当中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五六分 也就这样了 各位你来看 这就是我们生命之轮 把它连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 所以人生 为什么不开心不快乐 是我们的生命之轮 不是圆的 你看透过这种逻辑关系 然后到最后推理出 人生有限公司 把这一张纸贴满之后 你看是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 各位有看到吗 然后最后揭示入题 人生一张纸 经营你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从文字与言当中 我们要不断的准备 不断总结 这张纸不是今天 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是 是我在演讲当中 探讨人生的理论当中 是分十段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探讨了这一段 那么这个就是你演讲的预知架 越讲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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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留下来 各位记住了吗 然后讲人生活三次 突然感悟到了 人生活三次的 这一段还在留下来 然后又分析这么多人 对人的研究 那到底有哪些 比较流行的理论 或者是深受影响的这些人 然后再把这个留下来 最后呢 把它串到一起 其实有一东西 不是自己感悟的 像生命之轮 这里是SMI 非常精髓的 这些理论跟课程 因为我学到 所以呢 把它引用 这是引用的部分 并不是我发明的 生命之轮不是我发明的 是由保罗迈尔他发明的 但你可以引用 那这些东西 很多是自己感悟的 然后连在一起 就是一个完整的 这么一个文字语言 然后再借助有声语言 跟体财员们表达出来 比如说我们讲到 大家还记得这个情节吗 男人 男人和女人的成功路线 是不一样的 还记得这句话吗 那你觉得 讲这句话说 哥还记得我是做这样的手势吗 男人和女人 这个成功路线 是不一样的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 进而征服女人 而这个女人呢 是通过征服男人 进而征服世界 你在你的手势当中 你就已经看到了 这位置代表男人 这个位置代表女人 这个地方代表世界 所以你做手势当中 有逻辑关系 那男人跟女人的成功路线 是不一样的 那男人呢 通过征服世界 进而征服女人 而这个女人呢 是通过征服男人 进而征服世界 你看他整个的身体 体财员都跟着一起流动 有一个完整的 这种逻辑关系 有一种配合 如果换一个方法做 如果不了解这个体财语 跟你有声音怎么配合的 这个男人呢 跟这个女人呢 这个成功路线 是不一样的 这个男人呢 是通过那个征服世界 进而征服女人 这个女人呢 是通过征服男人 进而征服世界 就乱了吗 你知道 所以你大脑当中 有个清晰的概念 就像做指示手势一样 在此的各位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向前走 你看这些都是一种语义 所以守势当中 有指示手势 指示这个地方 有象征性的守势 你看这就是胜利 这就是力量 这就是向前走 这就是向前冲 你看这种守势 它叫象征意义 那为什么这就一定是 向前冲呢 为什么一定向前走呢 它是一种象征 不确切 但是一种象征 不是指示守势 可能向那边走 还走错了呢 对不对 那可能失败的方向呢 它不是指示 所以我们到了石头口 向哪边走 我们要向这边走 这指示守势 那我们向前冲 这个守势 所以今天你了解 在整个演讲当中 它把文字语言 有声语言 和体态语言 都用得淋漓尽致 而且这张纸 越讲越有诚语性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你每讲一次 都在帮助别人 各位同意吗 这人很开悟 会缩短他 人生的摸索 会让他对人生 有个全面的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演讲 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回到我们说话的三个目的 第一个 这里面有没有给你提供 知识跟信息 有没有 有没有增进 我们彼此之间的共鸣 和了解 有没有 最后有没有唤起 你的行动 有没有 接下来 你要怎么样 去过你的人生呢 那就是要经营 你人生的 有限公司 让你过得很好 那么今天 你在公司当中 这是你的平台 这是你的载体 那今天如何来经营 那你就要思考了 如何来做 那今天 接下来 我们如何在职场当中 做一个 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这对我们来讲 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在组织交集圈里 是你人生一个重要的时段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分在组织交集圈当中 比如说今天你来到一个单位 各位有没有犯错的时候 有没有 比如说今天员工犯错了 那我请问领导 你希望这两个员工他们都犯错了 你希望这两种人如何表现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这两个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两个员工反应不一样 一个是A 一个是B A员工 他犯了错误 他认了错 B员工没犯错 为自己辩解 同样是两个有口才的人 而那个辩解的人 说的条条是道 说的特别的有理 但是今天他的口才用在哪里了 用错了地方 各位同意吗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在看这张节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做最有用的好员工 还有让新员工更好工作 还有努力工作 那是我另外三个在职场当中 员工或者迅速提升的 帮助你的公司创造的人跟价值 进而实验自己人生梦想的非常重要的成长型工具 那是个DAD 你可以拿到 为什么你一定要先学那个 你才能讲话 变口才呢 因为演讲跟口才 它是个工具 看你用在哪方面 你是用在认错方面 还为自己辩解 辩解的人怎么说 你经常听到别人的辩解 或者我们自己有辩解的情况 通常辩解的人是怎么说 怎么用自己争辩呢 老板 老板 这件事情 是因为随随随 什么情况 什么条件 所以我才没有达成 各位同意吗 所以才把事情变成这样 各位同意吗 他的句子一定是这个结构的 是因为某些人 某些事的出现 某些物质出现 然后这个条件 让我没有完成任务 甚至变成目前这种情况 同意吗 但是今天认错的人 会怎么说呢 一个会做事的 会说话的员工怎么说 他会说四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张总 我错了 这叫认错 我们已经讲过 认错是员工的第一品质 你首先要承认的错 因为在企业当中 这四种人 一种是制造问题的人 一种是发泄问题的人 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人 一种是防御问题的人 那好的企业是什么 制造问题的人不推卸 发泄问题的人不抱怨 解决问题的人不鞠躬自傲 防御问题的人不到处生张 而不好的企业是什么 制造问题在推卸 发泄问题在抱怨 解决问题在鞠躬 防御问题呢 在生张 如果不是我啊 张总啊 早就完蛋了 他在生张 以为自己了不起 所以你建立那种心态基础上 你就知道怎么说了 那第一话说 对不起 张总 我错了 这叫认错 所以在一个公司里边 每一个员工都犯过错误 各位同意吗 老板其实也犯过错误 你的领导也犯过错误 最重要是在对待错面前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 所以第一句话叫认错 对不起张总 我错了 第二句话非常重要 错在哪里啊 你要把它说出来 不能第一个头做惭愧状 你没说出来 老板不知道 说是把你态度明确的表达出来 所以你不能光想 想出来 说出来 还要做出来 第二句话怎么说呢 为什么说 你要说出来 第一句话 对不起 张总我错了 第二句话就是 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这句话重要不重要 领导就感到很宽慰 所以这个员工呢 很客观 很懂事 第一 他道歉了 愿意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第二 他知道错在哪里 因为老板对你是有重托的 各位请记住 不管大事 小事 私事公事 老板教你的事 领导教你的事 其实大多数都是重要的事情 因为工作无大小 任务无轻重 所以你一定要觉得这件事情 老板教给你是 对你的重托 对你的信任 所以第二句话非常重要 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但是你不能认完错之后 你就结束了 还要说第三句话 来表达你改进的决心 第三句话 请老板再给我一个机会 请领导 请经理 请部长 称呼 再给我一个机会 第四句话非常重要 我保证完成任务 所以通常来讲 道歉怎么说 四句话 连在一起这样的 对不起张总 我错了 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需要您下一次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保证完成任务 各位 如果今天你是部门经理 你遇到手下的人犯错了 如果他这样说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会杀了他吗 不会对不对 你会开除他吗 不会 反倒你因为他的错误 他承认了 会说话 而你感到心里面缓解了一些 对不对 但是光说 不会做也不行 就会说这句话 然后天天犯错 练习这句话 那能行吗 过来他又错了 张总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想您下一次再给我一个机会 还没下班呢 到晚上 张总 对不起 我又错了 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想您下一次再给我一个机会 行不行 所以要能说还要怎么样 还要会做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情 要形成文字 写一个 检讨的一个报告 各位了解了吗 要写一个检讨的报告 你错在哪里 老板什么时候教你什么事情 领导什么时候给你布置什么任务 然后自己没有完成 但是你记住 在这个检讨书里边 千万不要找借口 不要为自己辩解 你说是因为 在这个地方 我没做到所产生的 这个地方我没有同人配合 这个地方我没有求助他人 这个地方我没有再回头 咨询我的领导 所以我的自以为是 我的偏见 我认为 我觉得 然后影响了我们的进程 影响了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 写个检讨书 同时你一定还要写 下一步改正错误 挽回损失的一个建议书跟计划 各位了解了吗 一定要写 你说为了避免这个损失 为了挽回这个局面 为了让我们做得更好 接下来我准备做这几件事情 并且把具体完成的时间都写上 然后向领导保证 我一定这样做 先把这个文件给我写出来 交给你的主管 交给你的经理 交给你的总监 交给你的领导 交给老板 交完之后 接下来你怎么做呢 第二件事情 你怎么做 要真的照这个去做 而且交完之后呢 一定要征求老板的意见 这样可不可以 如果的任何就可以 提出修改意见 你再完事呢 继续这样做 做的每一段时间 你再一次的检讨自己 回来呢 再咨询你的主管 遇到任何问题 以积极的态度来咨询 不能说老板 这件事情肯定做不成 你看我已经努力了这么长时间 我现在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我的错 现在市场的这样 进程度有太强大了 要不要这样说 积极的心理态度 总市长 总经理 我们原来做了一个计划 但现在呢 发现呢 我们的计划呢 可能有所延迟 那现在呢 我们面临这个 强大的进入对手 突然进入我们的市场 可能呢 我们要调整个想法 那现在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以便让我们目标 能够顺利完成 各位了解了吗 你问哪种说法 老板更加高兴 一定是后一种 积极的乐观的 改进的想法 这都是你怎么说 怎么做的问题 还有 我们经常向 老板汇报工作 有吗 今天你要向你的主管汇报工作 汇报工作 怎么汇报啊 前两道书啊 第一个 首先要不要形成文字 要不要写下来 要不要 一定要写下来 汇报工作 汇报什么工作 一个员工 他的工作有三个部分 第一 我们叫本质工作 第二 叫配合工作 第三 叫创造性工作 本质工作 汇报的时候 你要检讨你的工作 指责和岗位的任务 在这个工作上 在这个岗位上 你究竟应该做什么 这个工作 布置的时候 它需要你做什么 然后照着这个标准 来汇报你的工作 就是你有没有完成 本质工作 在一个公司当中 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孤立的行为 各位同意吗 你需要跟别的同事配合 需要跟其他的部门配合 那你在想 然后呢 想好的写出来 写出来检讨 在配合方面 哪些呢 做到了 哪些没有知道 第三 就是你这个部门 你这个人创造性的工作 你如何 把创造工作都做出来 所以今天你在汇报工作的时候呢 第一 你的本质工作做怎么样 第二 你跟各部门配合的如何 第三呢 你有哪些创造性的工作 然后再检讨 在上次开催当中 领导 上级布置的任务 我哪些完成了 哪些没有完成 完成的 完成什么样的程度 是刚好达成指标 还是超额完成 然后下一步提出 哪些有建设的意见 和建议 没有完成的 第一 在承担责任的程度下 一定要提出改进的计划 否则你汇报什么工作 几句话 老板 这个事搞定了 从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啊 学到什么东西啊 下一步公司法展发展呢 都不知道 那不叫汇报工作 所以汇报工作呢 一定要三个结构什么东西 一个是呢 本职的 我们叫做好自己 第二 合作的 要配合他人 第三 创造性的 要创造一个环境 这才非常重要 那各位 今天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到一个职场当中 现在我当一个小的领导 比如说班组长 或者当一个主管 当一个经理 我们现在要布置我们的任务 往下开始布置了 怎么布置工作啊 你这么说汇报 想要怎么布置工作啊 要不要非常正式的跟他约一个时间 然后跟他谈 我们接下来就要布置下一步的工作 要不要刷 要不要明确的提出工作的目标 要不要 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要提出一个具体的完整时间 要不要 中间要不要有讲成的方法 要不要 对方要不要有一个承诺 要不要 所以我们在完成任何一个目标的时候 都有三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 数字的概念 所以你在布置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跟人家沟通 跟人家讲的时候 你一定有个数字 这件事儿完成到什么样的程度 比如说我们增加新的客户 是增加十个 还是增加二十个 数字 我们这个月提升 我们的业绩 是提高百分之五 提高百分之十 这个月我们要达成业绩的水平 是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 还是一百六十五万 有个数字概念 第二 在哪个月 哪天要具体完成 我们叫时间期限 第三 叫承诺 如果完成 会有什么样的奖励 不完成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要不要跟他布置清楚 有的时候呢 还要签一个具体的协议书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 非常的重要 这是向下面布置工作 还有两个人在你的部门当中闹矛盾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闹矛盾的时候 你做一个领导 他两个人闹矛盾了 你怎么说 怎么跟他谈 怎么说 还有在一个单位里边 你做一个部门经理 现在那两个员工 A员工跟B员工 两个人都闹矛盾了 各位你要怎么说 很多不会做忠诚的人 会做好人 但对不起 如果这时候 你一旦奠定了这个底 你在公司整个的沟通的流程 就已经错了 要不要当A面前说 比如这个小张 这个小王 两个人闹矛盾了 然后跟小张说 其实这个事啊 我不知道咱们大老板怎么想 但是我心里面知道 这个事其实你在里 那个小王啊 他没有办法 他是老员工 他比你来了三十年 你想你让 你得让他一下 所以这次咱们大老板 既然重视了事 你就认了错就算了 这是一种说话的方法 对不对 他会怎么想 他会觉得你做主管的不公平 对吧 可能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人来公司三十年 老员工 可能犯了错误 可能是他的错 但这现任工人觉得很委屈 但如果你这样一说的话 对不起 这关系就复杂了 你是故意拿这个错 来买他个人的好 但你同时呢 把这个关系弄得复杂了 这时候应该怎么说呢 跟A应该说 我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 任何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今天应该怎么说呢 首先告诉大家说 小张啊 今天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任何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你看老王不容易 他来公司三十多年了 为我们公司做出重要的贡献 但是每个人呢 对一件事情看法呢 都不一样 但你觉得像我们这样 你看咱俩脚前脚后来的公司 对吗 从这个想法来讲 可能我们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咱们要先检讨自己 哪怕自己 有的错一定要成 没有的错一定要提醒 因为任何人 我们作为的员工 任何一个人 都是我们那面镜子 等照到我们的时候 就要牵托自己 那小张 你看今天咱俩脚前脚后来的公司 大大小小 那我是你的主管 那我请问你 今天同样来一个公司里边 每个人都想上进 得到好几位好的薪水 如果今天我们改进了这个错误 各位你想 是对谁有好处 你去掉了错误 对你的成长有好处 还是对别人有好处 当然对你 那现在我们坐下来 好好的来分析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差哪里 差哪里 然后怎么样改进 当有了一个方案之后 您呢 再亲自的 跟老王 说一句 道歉 跟领导呢 说一句道歉 然后接下来 你需要什么帮助的 我作为主管的 我会极力支持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部门 最优秀的一个骨干 我们这个部门 将来出业绩 出成绩 要靠你起带头作用 而且在以前呢 你做的事情 做得非常非常好 只是这一次呢 我们遇到了 非常复杂的方案 跟挑战 所以咱们一起来分析 我们说的哪里 各位 你这么讲的开不开心 你整个跟他刷的光当中 既肯定了他 但是呢 又客观的分野环境 还把老王 跟领导的想法呢 能够客观传达 所以在犯错的光当中 你怎么来做 也牵扯到你说话的水平 还有做事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呢 要指导他 怎么样做一个检讨 怎么完成一个建议 然后呢 做好工作 跟老王那边呢 再做好 老王那边可能是你的协同部门 他是你的主管 那么协同部门 你这个时候呢 还特别 要找老王跟老王谈的话 如果不这样 公司帮派就形成了 必须跟老王说 老王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是有责任 尽管呢 小张已经知道他错了 因为你已经那么做好工作了 他已经做错了 对吧 我有直接的责任 因为毕竟咱们两个部门不配合 你看你是财务部门 你看我是营销部门 毕竟咱们两个部门 配合这么紧密 他今天呢 我是他的主管 责任主要在于我 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 但是今天小张 因为他的错误 所以老王 请你能够包含一下我 我也跟你道歉 这事我错了 但小王呢 小张呢 随后也会向你来道歉 但是最重要的是 咱们虽然是不同的部门 但咱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就咱们企业要做好 因为企业好了 赚钱了 咱们大家呢 都有利益 如果企业不好 利益没有 面子也没有 尤其是老王 你看您在这公司干了三十多年 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且你把公司的未来的前途 可能看到比你个人的得失更加的重要 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 您为什么特别生气的一个原因 你就把企业当成家一样 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会在一个公司干了三十多年呢 所以我跟小张特别尊重你 所以这个事情第一呢 请你谅解 第二呢 我们正在写简单报告 第三呢 我们提出改进的方法 看将来咱们两个部门怎么配合 给老板呢 少添点麻烦 我相信你在公司干了这么久 也就是为了 多出点力 多贡献点 让老板少凑点心 你这话说到了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在你这个角度 部门协调好了 这个协调好了 就没有拉帮结果之前 如果你站在任何一个角度 你做一个角色 你都拉帮结果 在很多公司沟通不正常的 然后私下跟他喝酒去了 因为两个关系比较好嘛 又一个部门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儿 根本不愿咱们营销市场部 就是财务 每次都卡着 你看财务那些人 你看看那些人 门难进 脸难看 事儿难办 其实我们做市场 真是我们赚来的 他们凭什么呢 他们 报销 报点销 拿点钱 那么困难 就是老板养的他们 养的他们三十年了 给你想了 结果一喝酒 说完这句话 矛盾怎么样 没事 小张 承认错 没有办法 咱们来公司来得晚 对不对 没关系 因为老板护着他 但是私下 咱们该怎么干怎么干 咱们俩是兄弟 我们让你吃亏吗 对不对 你看等他放到我的手里 我怎么整他 两个人很亲近 喝酒 喝得很高兴 但传播的是什么 负心的东西 各位了解了吗 很多这样开始的 你看我们给一家公司担任企业员工改造的这个顾问 其实我们去说只做了五件事 其实他请我们先导入企业文化 我们做五件小事 第一 问好文化 见面员工之间互相要问好 点头微笑 要问好 尤其比较大的公司 有时候只要在这里面出来 你就点头问好 像我为平安保险公司培训的时候 做到第一件事情 告诉他礼貌很重要 而且说你给我记住这句话 礼貌比文凭更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把本科文凭贴在脑上 说本人是本科有文化 贴在也没用 但是礼貌可以贴在脸上 文凭不能贴在脸上 所以礼貌比文凭更重要 那在一公司当中要创造一个很好的范围 你看很简单的说那么一句话 问好 但是同时间感到非常的温暖 但上级呢 他感受你对他的尊重 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张总好 李总好 王贤人好 问好的文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找文化 你就早来几分钟 有的人偏偏迟到 这就是你怎么做吗 你说到的也做到 其实今天 你想一想各位 为什么就偏偏晚那么几分钟呢 什么原因呢 第一塞车 第二 骑了晚了 第三 突然出现 意外的情况变故 其实任何原因都阻挡不了你早来 所以早一点来 还有早几天完成 为什么偏偏等到那个期限到来的时候呢 为什么等到客户催你 领导比你才完成呢 把它提前做嘛 所以大多数人呢 都有这样一个习惯 总赶到最后的期限来做 所以我们规定 所有的人 叫早文化 不但是问早 还要呢 把任何事情提前几天 当然有的人呢 在我们的指导下 他把表也提前拨前了十分钟 就代表一种习惯 不要总晚 就不要你的任务 不要你的成功晚点 不要他误点 就让老板感到很高兴 给你规定时间 我们提前来完成 像我为创委做培训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学了很多东西 你看创委在2008年 金融危机的前例下 他依然做到了176亿的银额 群情振奋 非常高兴 那一年呢 被创委创造了5.3亿的存利润 而在金融危机过后 大家依然是不悲观 不气馁 作为这样生产企业会受到影响 但他们再一次的努力 重新出发 做到了2009年251亿的银额 那如果没有员工的一起的努力 没有领导的正确的方向 怎么会达成这样一个效果呢 所以在一个公司当中 所有的人都要努力 你看我在创委做培训的时候 财务中心单独培训 营销中心培训 然后有时在整合的一起培训 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训练 是长期不断成长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各位你觉得这么重要 一句话怎么说这么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在职场当中 怎么说 怎么做 其实每时每刻都会牵扰到 但是各位 今天有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 有没有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的时候 怎么说 你没错 没完成任务 怎么说 没完成任务就是有错 同意吗 因为交给你的事没办成 同意吗 所以还是按那个四个说法 所以我们在整个企业当中 要提前一步 我们要找文化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起立文化 比如说现在我们企业开放了 有没有外面的人来我们这里参观的 有没有 或者领导带一个客户 或者带一个客人来 有没有 如果路过你这个职场 这个地方 如果你看了这样的情况 要不要有所表示啊 如果你这个岗位 或者你这个位置 不允许你站起来 至少要点头示意 了解了吗 当然了 有的个别我参观一下 奥康的生产线 有的呢 他那个员工啊 是留嘴身上作业的 你走的时候呢 他必须精力求精 那做鞋的嘛 如果看你一眼这么缝错了就坏了 对不对 像那种情况下不需要 因为他知道你这样流程 客人不会挑你的问题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做行政的或者其他部门 不是这种严干工序的 你要不要有一个回应 有个表示要不要 所以你要不要用你的体态语 用没有 点点头 微笑一下 每个人见面呢 都是这样 点头微笑 因为在你的职场当中 表示一种友好 这个呢 我们叫起立文化 点头 微笑 是你站起来尽一个礼 我以前呢 没有这种习惯 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吃饭 然后呢 我看到旁边一个女孩 长得非常的漂亮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 不可能就门头吃嘛 还要欣赏一下风景 对吧 在重庆话叫打望嘛 我们得看一下嘛 也不是故意的 咱就看到他那里了 一看 然后他特别特别高兴 冲我微笑的这样点点头 咱们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呢 哎 我说这个人对我有意思吗 然后我就吃饭 心里边一阵喜悦 然后过了一会儿 哎 又过去了 他又微笑的 冲我点点头 那是在洛杉矶 然后第三次的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主动走过去 把我的名片拿出来 我说你好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对方呢 特别的惊讶 后来我问我美国朋友才知道 那我九七年第一次去美国 第一次跟他们出去吃饭 不了解 他说你这种行为还可以 但蛮开放的 他说通常 美国人这样做呢 是一种礼貌 因为你们俩目光相对了 所以他必须呢 他冲你微笑的点下头 意思呢 就很友好 没有关系 在电梯也是一样的 你一进电梯 他稍微一样一下 哎 冲你点下头 或者有的呢 说声 问好 嗨 哈喽 问好 我们以前我在中国 我没有这种习惯 上天天一进去 大眼瞪小眼 要么看天鹏 要么看地 就这样 走路也是一样 两个人一走一过 互相看一眼 有时候看的不对呀 就出来打起来了 在东北就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看一眼 说你看我干嘛 说你不能看吗 我就不能看了 那我就看了你怎么的 你再看我眼试试 我就看了你怎么的 刀子进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一个小的一个做法 一个说法 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对吗 甚至有的时候 别人踩了你脚 或者别的同事呢 一不小心一不注意 可能影响到你什么 有的时候你一句话 一个做法就化解了 踩你脚踩就踩一脚 能怎么样呢 心里想太好了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有其必然性 而且将有助于我 你看多会他没穿高跟鞋 看一下 点下头笑一下 恰恰他穿了高跟鞋 踩得非常痛 那也感谢呀 幸亏他没穿冰子鞋 所以今天什么事 你就怎么想 然后怎么说 怎么做 一句话可以使人笑 一句话可以使人脑 所以你说话 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企业导人化当中 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起流文化就化解了 那第四个什么呢 第四个就是短讯文化 短讯 是传递信息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包括我们现在有的人挂着QQ 这短讯 有的时候东家长西家短 就引起了很多的矛盾 各位请注意 在谈话当中 千万要注意 最好不谈不在场的人 谈话当中 不要谈第三方 如果要谈不在场的人 一定要给他加分 不能给他减分 这个在我们员工互相交往当中 非常重要 因为 可能你不觉得什么 你跟那个部门的领导 没打交道 没有接触 但这个人打交道了 他觉得 这个人很不好 性格古怪 人品不正 或者呢 这个人非常的挑剔 他感到很不好 就两人谈你说 那个部门的张经理 是我遇到的一个 最难缠的一个人 你看这么长时间 他都找我多少次麻烦了 然后你为了跟他捧场 你说是啊 有两次我看了也不顺眼 其实像这种人呢 老板早定把他开掉 没办法 你不知道吗 那是老板的亲戚 你看两个人这样嘀咕嘀咕 怎么样 就造成了一种污染的环境 哪怕这是事实 也不去谈 主动的去化解 你说这个事情呢 可能没有人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事情我们回到我们的主意 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 了解了吗 不谈第三方 不谈不在场的人 如果谈的话 一定给对方加分 不给对方减分 短讯也是一样 今天短讯要怎么发 你比如说你是主管 你给下面怎么发短讯 你给上面怎么发短讯 我们在辅导公司当中呢 给他们做短讯的模板 对上的是尊敬的领导 我们叫称谓 对下呢 我最可爱的战士 说是我最坚强的 这个骨干 我最好的伙伴 我最挚爱的家人 称呼很重要 你就看你们公司 十个什么的文化 你就什么样的称呼 一定要称呼短讯 然后他说 这个月我们又拉开了大干三十天的序幕 这三十天 我们所接受的任务 需要做到一百二十万 我已经把这个军令接在手 但是我知道 尽高我雄心壮志 但是要想达成任务 是靠我们部门所有的人 重置成城 全力以赴来达成目标 那现在战鼓已经敲响 就看我们的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动员大会所做的承诺吗 我们要完成任务 其实我们完成任务 不仅仅是我们部门争得的荣誉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感到骄傲 还记得我们离开家里的时候 过年回来 父母对我们的嘱托吗 还记得兄弟姐妹对我们的盼望吗 还记得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终于要做出成绩来证明我们自己吗 我相信你记得 我也记得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去达成我们目标 如果不达成目标 我们绝不罢休 这种短信 你给厦门发过去 你想会什么感受 各位了解了吗 短信文化 在公司既然有短信有QQ 不闲谈 闲谈 默论 他人 不谈 不谈不敢讲 谈就加分 要谈正性的 积极的 乐观的 至于你有什么 负性的 消极的东西 你可以主动 向上 找老板 你可以向上 找老板 素素苦 跟老板说 这个事 其实很难 我遇到了很多辛苦 有的时候 会说话的老板 就给你安慰 我也知道 你很难 你看现在 把你累成了这样 家也无不上 但是 这个事 我们还是要做 对吗 有的时候 尤其是女人 素素苦的目的 并不是要改变现状 只是获得同情 有的时候 理解比帮助更重要 所以她来素苦 对你们说 这个活你都不能干 你看有时候 太太回家了 就说 我今天特别特别累 我最近特别辛苦 她什么意思呢 暧昧一下我呀 暧昧一下我呀 我就高兴了 明天我不还得接着干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你看看你 你还能干什么呢 你干这么点活 你就累了 你天天像个小姐一样 你能干就干 不干就算了 其实她说的话 没那个意思 对不对 她表达一下自己的状态 哎哟 真的 你让我太心疼了 你说不容易呀 你看现在还得照顾老人 还得照顾孩子 在单位那么辛苦赚钱 来过来 我帮你按一下膜 会不会弄两下吗 她开不开心 然后陪她聊聊天 陪她逛逛街 陪她去做个投行 她第二天不还是拼命去干吗 所以你怎么说 怎么做是不一样的 你当领导和当下属 在家庭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短讯当中是一种沟通 建立一个很好的频道 然后你这么说 确实也这么做 然后随时检讨 在我辅导的一个企业 你知道这个企业的执行总裁 他每天都给下面人发一个短讯 很震撼的短讯 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写的时候就三五分钟就写完了 每天都发一个鼓舞士气 所以在做天津市场的时候 这家公司从只有两个人 小官和小赵 最后招聘二十多人 最后招聘一个团队 在不到第六月的时候 就突破了五百万这样的营业额 这个是不容易的 他是这样领导起来 既说了也做到了 那么最后的一个呢 最后的一个简单的 我们导入的文化 就是餐桌文化 我们叫做酒文化 就是你今天跟员工在一起 同时间喝酒的时候 上下级喝酒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怎么说怎么做 就更加的重要了 各位同意吗 尤其是我们在私下接触的时候 都是找一些 对心气的 说得来的 找一些知因知己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找的是谁呢 我们找的是 能够接受你垃圾的人 或者向你倒垃圾的人 如果今天在餐桌和酒文化当中 没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和规则 那么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垃圾场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白天在单位上班都不错 晚上三五成群 在下面一起喝酒的时候 那就启用文化最不正常的时候 我到日本去上课 日本人有一个习惯 下班之后这个男人不回家 没事他也不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女人觉得 如果你太早回家 这个人不成功 因为没有人请你喝酒 没有同时跟你聚在一起 所以我在日本那个聚酒屋酒馆的时候 跟那个日本人在一起谈话 有的时候呢 他没跟随喝酒 自己在那喝酒 喝完之后呢 然后再回家显示自己很成功的样子 所以我说跟他搭话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上了班一天压力蛮大的 然后坐在喝点酒呢 来宣泄一下 轻松一下 压力太大了 跟同事谈一谈 因为心理学有一个原理叫宣泄 说话就是宣泄的一个方法 你看叫三个女人怎么样 一台戏 你看每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演员 你算着她说 你算着她说 然后呢等不着她说你还说抢着说 为什么呢 她都在宣泄 人们在两种情况下喜欢宣泄 一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种是有什么好的事情 都要宣泄 不好的事情宣泄呢 希望获得功名 理解 同情 安慰 好的时候呢 希望得到赞美 肯定 分享跟欣赏 所以这两种情况下 她都需要宣泄 于是在酒桌 就是一个宣泄很好的场合 如果你把公司文化定好了 部门化定好了 团队化定好了 酒桌化定好了 在酒桌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呢 我们在给企业导入团队之中 两天一夜培训的时候 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成功晚宴 两天培训下来了 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问题 每个人都了解了如何去改进自己 每个人都知道在企业当中 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而且在整个的培训当中 有一些知情达理 懂事的 渴望上进的员工 甚至主动的站在老板 领导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过错 甚至有的人声泪俱下 但这个时候 在成功晚宴当中 就是再一次的奠定企业 一个基础文化的时候 然后这个成功晚宴有标准化的流程 这两天大家不容易 而且呢 两天通过基础员工 看到企业这么好文化 通过基础人导 看到企业这么好的未来 通过大家的干劲 看到了整个最棒的团队 讲话之后呢 开始吃饭喝酒 那这一过程当中 怎么来做 先每一个吃饭的人 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人家可能学到了 自我介绍呢 要必须镇定而充满自信 然后表示渴望认识对方 然后清晰 准确 生动心想说自己的性命 然后再谈一下个人的想法 然后同时表达了 我将来如何在这里去做 我们经常在酒桌出现状况 两个人平时闹别扭的 平时误会的 平时彼此啊 都见面不说话的 通过这种流程 在酒桌当中 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因为大家都传播正经的信息 大家都互相感恩 甚至把平时 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 因为你唱老了 那种情文话 他会走回去敬酒 他对不起 上次那件事 我现在才反应过来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 我知道我那样说呢 很伤你的心 我现在才知道我错了 但是这一段时间 我发现你一直包容着我 让我特别感动 我从你的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非常希望呢 我们两个人呢 能够把上次的误解 化解掉 然后将来咱们一起努力 其实咱俩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干好工作嘛 大家配合好 公司好了 大家都好了 将来呢 有什么我做不到的地方 那请你呢 主动跟我提出来 我一定会改进 那在此呢 我喝一杯道歉酒 向你表示道歉 他高不高兴 开不开心 你说完这句话 你会扣工资吗 你说完这句话 会死吗 你说完这句话 会多交税吗 都不会 人就是一句话的事 有的说 各位请注意 女人一生的幸福都在嘴上 女人愿意说话 有的人说话 还不知道怎么说 那就麻烦了 作为男人 你知道男人最不愿意听的三句话 是什么吗 不告诉你 但是每一个女人都会说的三句话 至少他有潜质会说的这句话 没当中环境呢 当中环境他就说了 怎么说呢 第一句话 男人最不喜欢听的 你总是这样 男的犯了一个错误 对不对 你总是这样 可能他99次这样 有一次不这样 你也不能这样说 这句话犯了一个概率的错误 你总是这样 我恶恶的说 你总是这样 我第一刀把男人就砍掉了 然后第二句话 打仗的时候说 我算把你这人看透了 这男人就几乎贪在那了 知道吗 第三句话 如果没有我 还有你的今天 男的彻底可以埋了 了解了吗 一句话重不重要 可能他犯了一个错误 有什么事 没有按照想法去做 不说这句话 你说平时啊 你做的真的很好 这次可能是你在单位里 有点压力 心情不好 或怎么样 你完事没做 没做呢 我跟你争吵了一些 我现在回头看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个事咱们将来找个方法 做了就行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咱俩谁都别跟谁 斗气了 咱们该做什么 做什么吧 简单一句话 就化解了 对不对 你总是这样 完了 你就是这样的人 哪怕看透了 也不能说出来 除非你不想跟他过了 如果你把这个秘密 说出来麻烦了 女人是不想要男人看透的 而每一个男人几乎 都被女人看透的 因为你藏不住的嘛 但你不能这样说 你别看这个人在你旁边 他不说 但他心里边明白着呢 你一个眼神 走神了 他都能看出来 你手机一响 你的表情都能看出来 你回家之前消毒了 都没有用的 人是精明的呢 因为你的体态语言 会暴露你的思想 暴露你的想法 对吗 所以你必须在想法上改进 然后说法再说出来 然后做法再做出来 这才重要的 要想到 说到 还有做到 你看父亲也是一样 在单位里就是一样 那各位 有没有这种情况 在家里面生气了 然后把这个气 带到单位里来 对不对 比如说 对方给你打一个招呼 然后你 代答不理的 对方就心里想了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假设 根据心智模式猜测 他有一个假设 他就开始自己假设了 原来一定是那个人 把哪个事跟他说了 否则这个人怎么对我这样呢 其实没有 今天在家里面出来说 跟妈妈生气了 或者呢 跟别的朋友 男朋友女朋友生气了 所以才这样 没有这件事 所以你把情绪带到了单位 会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会不会 会不会影响沟通 会不会 结果你现在正在生气头上呢 然后这个人找你谈话 两个人呢 就说了一些 过火的话 有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的犯罪 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事件 都是情绪生机的结果 而今天一个发生拍不响 任何一个生机 都跟当事人有绝对的关系 那么今天你不能改变这个环境 你要从谁先开始 从自己先开始 然后你在影响周围的人 当你影响了周围的人的时候 整个环境会就好 整个环境就好 所以在一个公司当中 不管你出在什么样的角色 最基层的员工 或者是实际上做了一个主管 做了一个经理 甚至做了一个总监 甚至将来你有机会 作为公司的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而能说会做 都是你修炼的一门基础课 但愿我们借助这个DVD 能够从此踏上职业生涯的道路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注意自己想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进而当助你 完成你职业生涯的目标 具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然后呢 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不居功自傲 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不到处声张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不去埋怨 在制造问题的时候呢 不去为自己辩解 不去推卸责任 只有真正的去修炼自己的想法 检讨自己的说法 回头规划自己的做法 你才真正的能做到一个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谢谢各位 中智信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